不只是录视频的朋友啊 你像普通的朋友他买 你可能会一次性买很多 就是一下子就很眼馋 买多了买多了之后呢 他一化了就不想玩了 有一些银箱水潭呢 他会化的很稀 然后石胶的呢 也会化的很稀 然后液体胶呢 也会化的很稀 咱们液体胶水潭和石胶 就是分开解救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 比较方便的解救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不是 只有我一个人发现 这个是比较稀的水潭 因为你听 拿错了 拿错了 找一个干净的大盆 我之前吧 就是会直接往盒子里面 撒点成型水 我就不管它了 我后来发现 那个筋太难卸开了 就是会导致上面一块特别硬 下面一块特别软 解救过程特别麻烦 就导致我都不想玩了 但是泥这个东西吧 这十天半个月是极限 你不可能一次性都玩得过来 除非你买的很少 然后配这个成型水 咱们像这种微溶的泥 就可以用浓度刚刚好的成型水 给它溜溜缝 然后呢 就可以了 这种就吸汤了 这个还不算很细 就打成型水 然后就搅 匀速的搅 还能锻炼天窝壁 搅到你看这样 可以先不加啊 继续搅 这个速度很快 很匀 也不用拉尖 看到没 甩腿上了 已经开始盆光了 水潭千万不要 一次性加成 用什么台多 不然它到最后 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一般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还在加点 扎一点 人形搅命机 之前这个盒子也不用清理它 把这样搅打好的这样 放回到盒子里面 画了以后最不容易察觉的形态 就是迁丝和这种冰沙 冰沙的话你这样打开 往上面溜一点成型水 然后用手指戳几个孔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起泡胶 一般解决完之后都会比原来多一点 因为你后期不是加了很多成型水吗 不要去拉筋就这样手动搅就行 搅出来这个小筋呢放到盒子里面 两到三天就可以自行消失了 这个方法它好在哪 就是你一次性撒上去成型水 然后你再用手戳用来回翻的话 它会局部起大筋 然后你再把那些未成型的和成型 再去混合需要的时间和体力 实在太久了 这是比较快的解救方式 其实成这种程度 你就可以感觉到软硬刚刚好 放回盒子 再来试一个也是白胶的 锅两圈把指甲剃了再录视频 现在天气一早一晚很凉快 中午头还是热 我做的这个指甲像如果洋产一样 只要像这种情况 你感觉手里一大团都能拎起来了 然后这些筋也很密集的时候 不要再加香香水了 这个时候很容易把它给加得太硬 感觉搅不动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可以停了 抓底下停一下 手边上准备一团废胶 清理一下盆子和手 找到了之前一个姐妹给我记得 一个液体调水潭 上好渣的 现在已经退汤了 这个就属于人工代替机器 时代在进步 智力在倒推 这个跟顺时针逆时针 都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它比面好角多了 哇这个真的好快 看到没 搞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其实粘手你也不用太管它 直接放回去 这个就没有变太大 就这样扣上 不要再说明有点